土耳其斯坦堡发生施工意外 有一台在地铁附近作业的钻孔机 不小心钻穿了地下铁的隧道还有铁轨 那么在当时钻孔机是在市中心 有一处连接机场线的地铁站附近施工 那么从画面可以看到 这个钻头穿过地铁隧道顶部后缓缓向下 钻头碰触到了轨道床 但没有停还继续往下 因此铁轨被钻到扭曲变形 电力系统及时被切断 而列车最后一刻又停下 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 那么现在土耳其交通部则说 所怪的铁轨是毕竟修复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